15 Pro 目前是256G 還是原來那一台 然後現在容量已經升為1TB了 教你們一個買15 Pro最省錢的方式 像這位粉絲買了一個15 Pro 256G 拿來升1TB 現省1萬5 我們來進行拆封 激活檢測一下 這個材質的效果還是很好 據說15 Pro 很多後鏡頭都有錄成 我們待會在顯微鏡下再看一下 15 Pro 目前是256G 需要是JMT的 我們檢測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拆機 拆機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傳聞之中 後鏡頭會錄成 是不是屬實 我們放在顯微鏡下面觀察一下 然後拿個無塵布 表面擦拭乾淨 這一顆沒有 那這一顆呢 這一顆也沒有 那這一顆也沒有 那這一台還是比較幸運的 沒有像網路講的那個災情 後鏡頭裡面都錄成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拆解 主板我們已經取下來了 然後可以看到正面跟反面都沒有散熱的貼紙 目前的話 因為沒有15 Pro 的一T 硬盤 傳聞是跟14 Pro 是通用的 那一T 的硬盤 明顯比這個512 硬盤大一點 那也因為之前 15剛上市 然後傳聞是14系列通用 所以硬盤一直缺貨 缺了一個多月 最近才上市 那一上市 結果這整個硬盤一TB的 翻倍 價格翻了一倍 而且有錢不一定拿得到 很難拿這硬盤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吧 先撕掉緩衝泡棉 貼上高溫保護貼紙 好 我們放到固定夾具 那因為這個一T的硬盤是14 Pro 的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裝上去刷機能不能刷得過 那所以我們不打算用打磨的 我們是這次想打算用撬硬盤的方式取下 如果到時候不行 我們還可以幫這個原本的硬盤 給裝回去記錄 好 先對硬盤來割邊膠 好 取下硬盤 看這個錫 都是平面的 表示這錫點還沒融化的時候 我們就取下這個硬盤了 這樣對背面的電源還有CPU 是不會造成傷害的 那它旁邊這一排 這些電阻都是沒用的 那因為我們待會裝的那個 一TB的比較大 所以這兩排 這電阻我們都要把它拿掉 我們先給板底來換個洗 換成中溫洗 再用吸吸帶 脫平枕 再用洗板水 板底給清潔乾淨 這樣看起來就相當的平整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板底處理好的效果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為這個一TB的硬盤 來直洗 加一點注焊器 剁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 來回焊一TB的硬盤 好 剁一下 沒有問題 給主板散熱一下 稍微清潔一下主機板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 大概裝一下 因為 也不知道這個硬盤行不行 我們先裝機 刷機一下 直接來連接電腦 拿出Type-C的充電線 插上手機 連接電腦 我們打開愛思助手 這個時候電腦就自動提示 DFU模式 好 我們直接進行刷機 已經刷過了 我們看一下愛思這邊顯示的是 15PRO 一TB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手機 嗨 我是Siri 對著iPhone說 功能 基本我們測試 都可以 還是原來那一台 JMT 然後現在容量已經升為一TB了 對 要測試一下 那這一台15 Pro 我們已經升級ETV完成了 成功幫特務省下了一萬多塊